好 来示范一下Garget Top Cast On 那这是一个披肩很常用的起针方式 也就是从披肩的中央起针 所谓的中央起针呢 就是从中间这边开始 那这个是在做披肩的时候很常用的一个起针方式 差不多如果你会了这个方式的话 很多三角披肩或者是半圆形的披肩 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 这个Garget Top Cast On 每一个披肩它可能会在织图上有不一样的起针帧数 跟织的段数 那我现在要示范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今天呢我要Cast On Three Stitches 起针三个针目 那我这边要用的是Long Tail Cast On 中文叫做手指挂线起针法 那你就是把线用你的拇指 Your thumb跟你的食指 Your index finger把它撑开来 然后针放在线的下面 好这是我习惯的方式 你可以去找你比较习惯的方式 有蛮多不一样的操作方法的 好 Needle down Yung up Needle down Yung up 好这样有一针 那我们要三针再一次 Needle down Yung up Needle down Yung up OK 3 stitches 然后之后 大部分的织图会要求你 Need 7 rows 之7段的下针 OK 7 rows 字幕志愿者 好 翻面织最后一段7 那就是翻面每一段都织下针 总共织七段 织完七段之后呢 你的织片看起来应该要是这个样子 这边会有一条凸凸的这个 那我们吃了七段 所以它应该会有三个 1 2 3 要有三个这样凸凸的 好 然后再来我们要做的是 Rotate your gutter tab 好 这块就是我们的 gutter tab gutter 就是起伏针 tab 就是一小片的意思 所以 gutter tab 就是这一块 好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旋转 Rotate 好 转过来 这样子 那你现在的working样呢 就会在最旁边这里 好 那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是pick up three stitches along the gutter tab edge 好 在这个 gutter tab 这一块的边边呢 挑三针 好 三针就是这三个凸凸的地方 这个叫做pull bump 凸起的上针的地方 这三个把它挑起来 好 那 如果你觉得这样一针一针挑 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话 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先把它挑到 左边的棒针上 pick up it to your lap and needle first 先把它挑到左边的棒针上 好 所以是这个图图的地方 1 先把它挑起来 2 2 and 3 好 三针挑起来了 那我们先挑起来 pick up and knit 好 挑完之后呢 要支下针 所以你就顺着这三针麻枝过去 1 2 3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pick up the three casson stitches 把起针的那三针也挑起来 好 那起针的那三针 我们就不能用刚刚那个方式了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方向是直的OK 那起针这边呢 它这个是这边的方向 所以不一样 那你就是要回去找一下 你那三个起针的针目 好 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那三个针目 好像不是很好找 那我可以安慰你一下 就算你这边没有挑的很完美 也没有关系 这个地方很小 所以到最后 你那个披肩针的支起来之后呢 其实这边 不会看得那么明显 好 所以你就大概分一下 像我这边这个起针针目 应该是1 2 3 这三个 那我就把它挑起来 你可以一样用左手棒针的辅助 或者是像我 我习惯用右手棒针直接戳进去 然后绕一下 1 大概在这边 2 2 2 好 最后一个了 3 就是起针的 三个针目也把它挑起来 嗯 好像没挑到 好 来 再试一次 嗯 好像没挑到 好 来 再试一次 好 所以起针的那三针会比较难挑是正常的 好 然后这样子你看一下现在就会有 1 2 3 4 5 6 7 8 9 9个针目 那就完成了我们的 Gutter Tap Cast Up